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飞到香港 时任和看那里的金像奖 如何为电影界的大佬们带来光荣和认可 想象一下香港文化中心那璀璨的夜晚 似乎每一颗星星都在为电影人闪耀 宁岸和毒蛇律师成了晚会的大赢家 而梁朝伟和余湘宁则分别以其出色的表演 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 简直是星光熠熠 记住我们转到澳洲的偏远小学 看看那里的孩子们如何在没有泳池的情况下 在河流和水坑中训练游泳 展现了他们对梦想的追求和对游泳的热爱 而在深圳东门厅美食广场的倾差 则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发展与传统保护之间平衡的思考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人们对梦想的追求 也反映了社会的多样性和变迁 最后我们来看台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让人心痛的事件 从芝加哥的枪击案到海南的旅游纷争 再到曼彻斯特的演唱会恐袭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而在悉尼一家购物中心的悲剧 印尼的山泥青械以及纽约东河的船只轻浮事件 都让我们感受到了自然灾害和人为悲剧的破坏力 这些故事让我们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安全 公平和包容的社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当星光璀璨的夜晚降临 香港文化中心成为了众多电影工作者梦想的舞台 第四十二届香港金像奖如一场电影圣殿 汇聚了无数闪耀的瞬间 据乔报王 这一页由郑宝瑞指导的命案斩获最佳导演奖 而毒舌律师则以其独特的魅力和1.15亿港人的票房记录 荣获最佳影片奖 成为了晚会的大赢家 梁朝伟和于湘宁分别以金手指和白日之下中的精彩表演 获得了最佳男女主角奖 《环球时报》指出 梁朝伟的获奖标志着他第六次荣印金像奖影帝 而于湘宁则凭借其在白日之下中的出色演绎首次奉后 在颁奖典礼上 梁朝伟虽未能清零现场 但他通过视频连线发表得奖感言 感谢了众多工作伙伴 尤其是他的妻子刘嘉玲 对他的鼓励和支持 此外北京青年报报道 江大卫和梁雍廷在白日之下中的精彩演出 分别赢得了最佳男女配角奖 特别的是江大卫在领奖时深情表白了自己的太太 感谢他50年来的陪伴 在技术奖项方面 梁朝伟主演的金手指赢得了最佳摄影和最佳美术指导等奖项 展现了电影工作者们在幕后的辛勤付出 而命难则以其出色的剧本和剪辑获得了最佳编剧和剪辑 值得一提的是 洪金宝这位香港传奇功夫巨星被授予了本届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 表彰他对香港电影事业的巨大贡献 而知名武术指导龙伟凭借爆裂点再次掌握最佳动作设计家 这是他第七次获得该奖项 展现了他在动作设计领域的卓越才华 在这个光彩夺目的夜晚 每一位获奖者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努力和坚持 他们的故事如同电影般鼓舞人心 让我们期待着下一届金像奖 期待着更多的电影佳作 找范场景从璀璨的电影盛典到澳洲偏远地区的小学 我们见证了一群孩子对梦想的追求 据东方日报报道 新南威尔士省北部的一个小学尽管缺少泳池设施 学生们仍在河流和水坑中训练 展现了他们对游泳的热爱和坚持 在省立公立学校游泳锦标赛中 这只由40成员组成的游泳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证明了努力和坚持总会有回报 而在深圳曾经是港人问食圣地的东门厅美食广场 因违法建筑造到钦差 星岛日报报道 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发展与传统保护之间平衡的思考 东门厅的改造升级预示着这个地区将迎来新的面貌 成为更安全更具高品质的星达卡地 这些故事无论是在电影的光辉之下 还是在现实生活的挑战中 都展现了人们对梦想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无论是电影中的角色还是生活中的我们 都在不断地探索和前行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精彩 在一个不平静的世界里 故事和事件层出不穷 从芝加哥的枪声到海南的旅游纷争 再到曼彻斯特的演唱会恐袭 每个故事都承载着不同的情感和教训 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点 却同样触动的地点 引发了对安全公平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芝加哥枪击案无辜的生命被夺走 据东方日报报道 美国芝加哥南部一场本应充满欢声笑语的生日聚会 却在一瞬间变成了悲剧现场 一名八岁的女童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枪击案中失去了生命 另有十人受伤 其中包括三名儿童 目击者称 一辆黑色汽车驶进聚会现场后 枪声便响起 警方赶到时发现多人倒地 其中一名八岁女童头部中枪 最终不幸身亡 是一起事件可能与帮派有关 警方正在追捕凶手 但这无法弥补因暴力而失去的无辜生命 海南问问千人宴旅游的背后故事 另一边向星岛日报报道了海南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旅游投诉事件 一场标价128元人民币的千人宴让参与的游客大失所望 原本期待能享受海南特色美食的游客们 却发现所谓的美食不过是花生毛豆和野菜 投诉声浪一时间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 许多人批评主办方利用传统节日3月3进行不公平的商业行为 面对公众的质疑 社事公司最终承认错误 并承诺全额退款 但这起事件反映出旅游行业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对文化传统的误解和利用 曼彻斯特演唱会恐袭生还者的集体诉讼 2017年Ariana Grant在英国曼彻斯特的演唱会 遭遇了一场自杀式炸弹袭击 东方日报报道 这场恐怖袭击导致22人死亡 逾100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 超过250名生还者 向负责英国国内安全事务的军情武处 阴迈武采取集体法律行动 他们认为军情武处未能迅速处理重要情报 错失了避免这场袭击的机会 英国官方的调查报告也指出了军情武处在处理情报时的失误 军情武处的处长对此深感抱歉 但对于遇难者的家属和幸存者来说 这场悲剧的影响将永远无法抹去 这些故事发生在芝加哥的枪击案 海南的旅游纷争 还是曼扯斯特的演唱会口集 都提醒我们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它们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安全 宫廷和包容的社会 每一个世界背后都有着需要被听见的声音 和需要被关注的生命 和需要被关注的生命 通过了解和反思这些故事 我们或许能够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买出一小步 在一个充满悲伤与不幸的一周里 世界各地发生了让人心痛的事件 从悉尼的购物中京到印尼的山坡 再到纽约的东河 我们见证了自然灾害和人为悲剧的破坏力 这些事件不仅夺走了无辜的生命 也给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造 澳洲之声报道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发生在2024年4月13日下午 悉尼邦迪张城的一家购物中心内 一名持刀行凶者导致多人伤亡 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的不幸事事 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对此表示万分悲痛 并已经开始与死伤者家属 国内相关部门以及澳方保持联系 全力提供后续的协助 这一悲剧引起了整个澳大利亚的哀悼 各地降半旗已是悼念 澳大利亚的领导人纷纷向死难者致哀 并对那些勇敢直面袭击者的民众表达了敬意和感谢 新州警察局长指出 袭击者的目标似乎是特意针对女性 而在印尼中部南苏拉威西省塔纳托拉雅县 东方预报报道了另一起灾难 由于连日的强降雨 该地区发生了山泥倾泻事件 导致至少19人死亡 其中包括多名儿童 这次的山泥倾泻在短短半小时内发生了两次 许多居民在事发时还处于熟睡状态 被迅速掩埋 被迅速掩埋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 这次灾难是由于当地土壤条件不稳定 加上强降雨引发的 救援队伍正在努力搜寻失踪的居民 在美国纽约 乔报报道了一起船只轻浮事件 周日下午在皇后区东河的水域 一艘船只发生轻浮 幸运的是 纽约警察局港口组迅速行动救出了水中的四人 并将他们送往医院 索性这些人没有生命威胁 这起事件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这些报道提醒我们 无论是人为的暴力还是自然灾害 都能在瞬间改变许多人的命运 在面对这样的悲剧时 社会的哀悼支持和团结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每一次的悲剧都是对人性的考验 也是对社会凝聚力的考验 让我们在悲伤中寻找力量 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 在纽约市的脉动生活中 卫生官员的一则警告 让人们的心跳加速 勾端螺旋体病 这种通过老鼠尿液传播的疾病 正在城市中蔓延 乔报纽约市揭露 纽约市卫生局的最新报告显示 这种疾病例数呈上升趋势 2023年已记录24例 创下单年最高记录 相比之下从2001年至2020年至2020年 平均每年仅有三例 这种疾病可能导致发烧 哈达尼克托斯托他旧 若不及时治疗 还可能引发肾衰竭脑膜炎等严重后果 在另一端 以色列与伊朗间的紧张局势也在升级 据东方日报报道 以色列战时内阁讨论了对伊朗失袭的报复行动 虽然成员们对时间和规模存在分歧 但都赞成采取行动 这种紧张氛围中 紧张氛围中 一些成员呼吁展示武力 而另一些则敦促采取平衡的做法 以避免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这场讨论反映了在国际关系中 如何平衡力量展示 与和平维护的微妙平衡 与此同时 在曼哈对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正在上演 乔道纽约逊报道 哈德逊城市广场的一栋44层住宅楼 开放了150套可负担住宅的抽签申请 月租低至848美元 这位纽约市的居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让他们有望住进这座充满现代设施的高楼大厦 享受健身房游泳池等便利 这个项目展示了在高行的生活成本面前 如何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可负担的居住选项 这些故事从纽约市的健康警告 到国际政治的紧张局势 再到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的尝试 描绘了一个多面的世界 每一个故事都有其独特的挑战和机遇 反映了我们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无论是面对公共卫生的威胁 国际关系的紧张 还是住房的需求 这些报道提醒我们 世界是由相互交织的故事组成的 每个故事都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 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中 国际政治的紧张气氛 与娱乐产业的繁华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召开会议 应对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冲突 另一方面 电视剧和电影作品中的虚构故事 给观众带来了逃离现实的出口 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事件 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与多样性 据东方日报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应以色列的要求 针对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 举行了紧急会议 在会议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了保持克制的重要性 并对当前全球安全稳定遭受破坏 表示了深切的担忧 他呼吁 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敌对行为 并重申对外交使馆的袭击 违反了国际法 古特雷斯的发言凸显了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 以及避免全面冲突的迫切需要 与此同时联合早报带来了娱乐产业的最新动态 赵宝刚导演的特工任务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这部剧集讲述了通过网络游戏打击境外间谍势力的故事 尽管剧集的科技特效中规中矩 但其紧张刺激的剧情和深刻的情感描绘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此外 王立坤在剧中的出色表现也得到了特别的提及 他的角色复杂多变 既有狐媚又有狠近 展现了他作为演员的多样性 另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是《仿生人间》 尽管这部网剧的场景和故事推进未能完全吸引观众 但他尝试探讨未来世界中人类与仿生人之间的关系 体现了中国剧作在科幻题材上的探索 在《联合早报》的另一篇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张颖天《奇案2》中的精彩表现 张颖康在剧中饰演的角色魏子乐聪明绝底 却因吸毒而精神失常 这一角色的复杂性给他带来了挑战 但也让他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演技 张颖康的故事提醒我们 即使在娱乐产业这个看似光鲜的行业中 演员也需要不断的挑战自我 寻找新的突破 这些报道无论是关注国际政治还是娱乐产业 都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一方面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国际冲突 维护全球的和平稳定 另一方面文化和娱乐作为人类精神的寄托 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寻找着新的表达方式 无论是在国际舞台上的紧张局势 还是在影视作品中虚构的故事 我们都能看到人类对于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成立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